我替老公收拾行李时,在她的行李箱加层里发现了我闺蜜的黑色蕾丝钉字库,顾雅倩是我介绍给林宇的。顾雅倩留学回国,想要进HK集团工作,HK集团董事长是林宇的爷爷,为了让我帮忙搭线,她还送了一条奢侈品牌的手链给我。 饭局那天,顾雅倩穿了一条黑色紧身包臀连衣裙,绿色的波浪长发披散在肩头,面容娇好,妆容精致,身材火辣,堪称人间油雾。顾雅倩亲热地挽着我的手,向林宇自我介绍。 我叫顾雅倩,和姚珊从小一起长大,我们是闺蜜,她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宇,最终停留在林宇的伯爵万表上,语气里略带酸味地说了一句,姚珊,你命真好,找了个这么优秀的老公。 饭桌上,顾雅倩极力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水平。 两人从国际贸易,谈到实施政治林宇的目光,没有离开过顾雅倩。 有了林宇这层关系,顾雅倩自然成功应聘,进入了HK集团。 中秋节那天,林宇说她要出差去广州谈业务,我带着孩子回我妈家吃饭,饭桌上我妈脸色并不好看。 过中秋节出什么差?这种鬼话也正相信。 我耸了耸肩,反问我妈,那我应该怎么做呢?和她把话挑明了说,然后离婚。 月儿怎么办?她才两岁,肚子里这个怎么办呢? 我妈看了看坐在儿童椅上的月儿,又看了一眼我微微隆起的小妇,重重叹了口气。 林宇是有前科的,我怀孕的时候她出轨了。 小三是林宇的女秘书,典型的职场绿茶,手段高明。 林宇为了她要和我离婚,最后还是在双方父母的吉利游说下,林宇才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 见我不痛不痒的我妈恨不得用筷子戳我,你要是有人家雅倩那么有本事,也不至于把婚姻经营成这样了。 我笑道,多有本事的话,也不至于送条甲的手链给我,让我帮她搭线进HK公司了。 我妈白了我一眼,人家雅倩从小就学习好,长得又漂亮,还是海归硕士。 顾建国当年可真没看走眼,在孤儿院里千挑万选地把她抱回来。 我们家和顾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,从小我就被爸妈用来和顾雅倩做比较。 每次考完试后,我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雅倩要是我的女儿就好了,在她眼里顾雅倩就是坠入人间的天使。 吃了饭后,我让我妈替我看回孩子,我开着车去了医院,不管大街上节日氛围多么重,医院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冷清的,我很反感消毒水的味道。 可我每个月都会来医院探望路然王阿姨看见我拎着月饼来看路然,很高兴招呼着让我坐,并床上的路然插着呼吸机,因为长期靠营养液为生,已经骨瘦如柴。 我从包里取出五千块钱塞给王阿姨,阿姨,这点钱你留着用。 她身上的T恤已经洗到发白,这几年为了路然,她和陆叔叔卖了房子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王阿姨还辞了工作,专职照顾路然。 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,和王阿姨闲话家常,她眼神嫩嫩地告诉我,陆叔叔想放弃路然,他们快撑不下去了。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路然,心里凝成了麻花。 每个人心里总有这样一个人,明明很熟悉,却因为爱意不敢靠近。 如果说喜欢一个人是见她欣喜,那爱一个人一定是谦卑慎重。 我暗恋了路然许多年,从初中到大学她和顾雅倩一样,都是大人口别人家的孩子,品学兼优,长相出众。 我觉得笨拙的我配不上这么优秀的人,我只能以朋友的身份默默守护在她身边,但我没有想到天使会爱上魔鬼。 姗姗,你不要太难过,我和你陆叔叔仔细考虑过了,小燃这样太痛苦了,我们心里都清楚她不会醒来了。 王阿姨见我发呆,轻轻拍了我的肩膀,我眨了眨眼,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。 如果老天爷真的有眼,坏人应该得到惩罚。 离开医院后,绵绵细雨飘散下来,我的头发上蒙上一层细腻的水珠。 一场秋雨一场寒,凛冽的寒冬快来了。 顾雅倩发了一条朋友圈,照片里她穿着吊带睡衣,头上包着白色的毛巾,背景里有一个超大的圆形浴缸,洗手台上有一只男士腕表。 定位的地址是广州某国际酒店,这张照片到处都透露着顾雅倩的嚣张与心机。 照片是发给我看的,她在暗示我,她已经把淋雨纳入囊中了。 她知道我向来细心,也知道我向来能忍,她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激怒我,毕竟做小三不光彩,哪个小三不想光转正呢? 淋雨是她目前能接触到最有价值的男人了,既然她这么卖力,我总不能像个木头,毫无表情。 我估摸着时间打个电话给淋雨,电话响了很久淋雨才接。 老公,今天是中秋节,下榻的酒店有给你准备月饼吗? 我向来不喜欢吃这些,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什么事吗? 淋雨的语气有些不耐烦,身边隐隐传来女人的笑声。 没有,我就是想问问你,这次出差,你的助理有没有陪你一起去啊? 别老是丢三落四的。 要不然我飞过来陪你出差,助理当然跟着一起来了,你别来了,你都怀孕了,还是在家安心养胎吧。 好了好了,没什么事,我先挂了,我明早还要跟客户开会。 淋雨匆匆挂断了电话,这样的场景有些似曾相识。 没过多久,顾雅倩的那条朋友圈就删除了。 月儿已经睡着了,我看着她可爱的眉眼,开心地哼着她喜欢的儿歌旋律。 手机叮咚响起,是托马斯发来的微信。 你在哪里? 我现在要见你,我等不及了。 我给月儿盖上一条轻薄的摊子,随手给托马斯发了一个地址,我家附近的茶吧。 我到的时候,托马斯已经在等我了。 一看见我,她就情绪激动地站起来问我,你钱呢? 你答应给我的钱,我还没收到,她的中文有点别角,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。 作为平面模特的她,真的很帅。 金发闭眼,乍一眼看过去,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小李子。 谁能想到这样英俊的一个男人会染上毒瘾呢? 我从包里掏出一叠钱递给她,这些是定金。 等所有的事情结束后,我会再给你一笔钱。 托马斯数着我给她的钱,眼里已满是贪婪。 确认了数目后,她抬头问我,你和顾雅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? 我微微一笑,问她,你知道坏人为什么猖獗吗? 托马斯茫然地看着我,没有答话。 我接着说道,坏人猖獗是因为好人沉默,我从来不相信天降正义。 我和你之间只是一场交易,有时候太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,对你来说未必是件好事。 只要你做好你该做的事,我不会亏待你。 托马斯耸了耸肩,OK,我对你们的恩怨也没什么兴趣。 我要去Happy Hour了。 托马斯起身离开,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不禁感叹,为什么美丽的外表之下,总是藏着破败的灵魂。 几天后,凌宇回来了,一副神清气爽,意气风发的样子。 她放下行李箱后,就去浴室洗澡了。 我替她收拾行李箱的时候,在行李箱的家层里发现一条黑色的蕾丝钉字裤。 我知道这条钉字裤是顾雅倩的。 中秋节前几天,顾雅倩约我逛商场,这条钉字裤如此火辣, 陪她去付款的时候我都有些尴尬,怎么能不印象深刻呢? 顾雅倩如此费尽心思,真是多余。 鲫鱼可是我亲手送给她的,我默默收起这条钉字裤,这台不能垮得太快,我需要一点时间。 鲫鱼洗完澡出来,下身围着浴巾,头发上未擦干的水珠顺着脖子流下来。 天气转凉了注意身体,别感冒了。 我极力扮演一个温婉的妻子,递上一条毛巾给她。 鲫鱼擦干身体,顺势抱住我,用鼻尖轻轻绣着我的头发,在我耳旁说道, 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? 因为你又干净又懂事,她温热地呼吸打在我的耳朵上,一股酸液从我胃部直冲上喉头,我推开她,冲进洗手间,哇哇地吐了起来。 鲫鱼站在洗手间门口捏鼻子,一脸嫌弃,什么时候去做思维? 这胎一定得是个儿子。 你知道的,我爷爷岁数大了,现在我唐嫂也怀孕了,要是你能生个儿子,我们家就能多分些股份。 我缓过境来,竖了竖口回答道,明天去。 怀孕反应大,医生说孩子不稳定,不可以过夫妻生活。 云宇当然无所谓了,她把精力都消耗在风情万种的顾雅倩身上了。 哪有余良应付,我巴不得不和我过夫妻生活。 第二天,林宇执意要陪我去做思维,倒不是多在乎我, 而是因为我肚子里的这个,可是他们家增加产的重要武器。 我肚子里怀了个男孩,林宇很高兴,打电话给我公公婆婆报喜,公公婆婆叮嘱林宇好好照顾我。 顾雅倩像的没事人一样,一放假就约我逛街,她的爱马仕包是真的。 我知道,是林宇买给她的。 林宇对女人向来大方,有了林宇的经济支援。 顾雅倩花起钱来大手大搅了许多,甚至能理直气壮地拉着我去逛奢侈品专柜了。 星巴克里,顾雅倩搅着一杯咖啡,满脸愁容地对我说, 珊珊,我最近谈了个男朋友,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法结婚。 你说,我应该怎么办? 她的眼神看向我。 嘴角挂着一股若有似无的笑意。 你可是顾雅倩从小到大,哪有你得不到的东西? 我话里带着三分嘲讽。 顾雅倩是名副其实的白莲花, 从小到大,她在老师和长辈们的心中就是乖巧软绵的好孩子, 只有我知道她有多阴暗。 还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 她作文比赛输给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, 趁着同学们去操场做课间操的时候, 她折返到教室里偷走课代表的奖牌。 正好被肚子痛回教室休息的我撞个正着。 还有上初中的时候, 为了能当上啦啦队长, 她不小心把原来的啦啦队长推下楼梯。 这些事情多得数不胜数, 可顾雅倩的演技实在是好, 每次都能脱身。 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? 可是她又不是东西, 她是个活生生的人。 我又不能把她绑在我的身边。 顾雅倩双手脱腮看起来满脸天真, 你会有办法的。 顾雅倩对我笑了笑, 不过我男朋友确实对我挺好的, 她还说要我替她生儿子呢。 顾雅倩画风一转又问我, 对了, 我有点好奇, 话说你是怎么搭讪林语的? 这就说来话长了, 是她追的我。 哦, 是吗? 顾雅倩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鄙夷, 她觉得我配不上林语, 我确实和林语不般配, 我应该成全他们的, 两个甜不知耻的人在一起一定很有趣。 这时顾雅倩的手机响了, 她接了电话, 报了个地址。 过了十几分钟, 托马斯出现在星巴克门口。 这就是你说的男朋友? 长得挺帅的, 我明知顾问道, 普通朋友罢了。 我还有点事, 就不陪你逛了, 先走一步。 我看见顾雅倩和托马斯一起离开。 托马斯的手, 轻易地搭在顾雅倩的肩膀上。 想到林语知道真相后气急败坏的样子, 我就高兴,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, 林语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 托马斯告诉我, 顾雅倩搬进了新公寓, 她在托马斯那里过夜。 陆叔叔和王阿姨通知我, 他们准备关掉陆然的呼吸机, 特地选了个时间让我过去做个道别。 我心里很难过, 但这对陆然, 对两位年过半百的人来说, 确实是一种解脱。 我到医院的时候, 王阿姨已经替陆然换好了衣服, 她的眼睛红红肿肿的, 看就是刚刚哭过。 珊珊, 你单独和小然待一会吧。 我和你叔叔去医生办公室找医生谈谈, 王阿姨给我留出空间, 我坐在陆然的床边上的电子仪器上, 陆然的心跳平稳地跳着, 波纹有规律的律动, 我轻轻握住陆然的手。 陆然的体温比我低很多, 我把她的手掌放在自己的手心里, 眼泪没有忍住, 重重砸在她的手背上, 我就这样坐着。 曾经这个场景出现在我梦中很多次, 我牵着她的手, 可现在她却成了这副模样。 医生宣布关掉呼吸机的时候,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 王阿姨倒在陆叔叔的怀里嚎啕大哭, 陆然甚至连挣扎都没有, 心跳就停止了。 王阿姨他们把陆然送去了殡仪馆, 这些年为了陆然, 他们跟亲戚借了钱, 陆然没了, 来调研的亲戚三三两两, 将世间人情冷暖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, 只觉得整个人像一具被抽干了血液的尸体, 我窝在被子里沉沉睡去。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, 梦里陆然送我一朵枝子花, 顾雅倩从我手中抢走那朵花, 还把它丢在地上, 狠狠地踩了两脚。 顾雅倩满脸得意地对我说, 瑶瑶, 我看上的东西, 你休想跟我争。 场景猛然切换, 陆然站在天台上, 不论我怎么叫她的名字, 她始终不看我。 她嘴里念念有词, 将一只脚跨过栏杆, 然后纵身一跃, 线长的身影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, 重重摔在水泥地上, 鲜血宛如一条条毒蛇, 从她的身体下面蔓延开来。 我猛然惊醒, 擦干眼角的泪痕, 从枕头下摸出手机, 已经深夜两点了, 淋雨还没有回来, 我估摸着预产期, 还有差不多三个月我就生了, 邻家正处于争夺家产的风口浪尖, 老爷子年近九十, 时间不多了, 还是拿捏着董事长的位置, 不肯松手。 我的公公是老爷子的次子, 公公为人实称, 做事重规重举, 并不得老爷子喜欢。 大伯颇有经商头脑集团的许多项目, 都是他在运作, 老爷子是有意将大旗交给大伯的, 蛋糕就这么大, 谁都想多分一口。 淋雨说, 老爷子已经联系律师利益主了, 遗产分给两个儿子, 这里面包括公司股份和不动产。 我肚子的孩子一出生, 淋雨就能多得一份, 所以不管淋雨怎么折腾, 在这个结果眼上, 她是断然不会提出和我离婚的。 等我生完孩子, 淋雨会不会想跟我离婚,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不过, 我想以顾雅倩的性格, 绝不会甘心给人做小三。 顾雅倩升职了, 这是淋雨对她的安慰。 赶上元旦HK集团的年会, 淋雨带着我一同参加。 我挽着淋雨的胳膊, 我两眼然是一对恩爱夫妻。 顾雅倩坐在离我不远的员工席上, 一脸愤愤地看着我。 我心里不免觉得好笑, 搞得像是我勾搭她老公一样。 顾雅倩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, 她看上我的老公, 强得走她的人, 强得走她的心, 却抢不走林太太这个身份。 顾雅倩是很现实的人, 难道她对淋雨是真爱? 当然不是, 她图的是淋雨的钱, 还有淋雨这个HK董事长孙子的身份, 要不然她就不会一边和托马斯纠缠, 一边向淋雨示爱了。 她贪图托马斯的身子, 也不能舍弃淋雨的钱, 什么都想要的人, 注定什么都得不到。 林家人替我定了高级月子中心, 许久没有见面的婆婆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提起话, 姗姗, 你和小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, 马上都要生二胎了。 小雨之前是有些混账, 但是她现在已经改了, 今后你们好好过日子, 如果她没有改呢? 婆婆听了我的反问后, 微微一正, 随即笑着对我说都说孕妇爱胡思乱想, 小雨现在忙着搞事业, 哪有空和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三搭四? 你可是我们家的功臣, 我和你爸都不会亏待你的。 都说能长久相处的夫妻都是互补的, 功功实称, 婆婆就精明, 不管淋雨做错什么, 婆婆永远会维护她, 在她眼里, 淋雨就是个乖儿子, 就算做错事, 也是别人教唆她犯错。 临产期还有十天的时候, 我搬进了月子中心, 托马斯发消息给我说她要回美国了,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, 她要回美国接受治疗。 我给她转了事先承诺的钱, 然后把她拉进了黑名单, 艾滋病没有特效药, 她大概也想死在自己的故土吧。 我的儿子出生了, 白白胖胖, 健健康康的, 公公抱着婴儿亲了又亲一个男孩, 是一家人都期待的。 淋雨特肉麻地在我额头亲吻老婆, 辛苦你了。 婆婆站在一旁用相机记录下来这个温馨的画面, 淋雨得到了婆婆的受益, 在我坐月子期间, 哪里也不许去, 只能在月子中心里陪我, 她的手机响个不停, 我知道是顾雅倩打来的, 淋雨果断按掉电话, 继续逗弄着儿子, 小家伙和我长得和真相, 这鼻子这嘴巴, 淋雨刚得了儿子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。 和你长得哪里像了, 我倒是觉得儿子长得比你更俊秀一些。 我坐起来吃月嫂给我炖的营养餐, 当初我生头胎的时候, 淋雨整天和外面的女人私混, 我生孩子那天她都没有出现, 我月子期间淋雨到月子中心大吵大闹, 甚至对我动手, 都说女人月子里的痛会跟着自己一辈子, 我也忘不掉, 闭上眼睛。 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当时的情景, 淋雨把离婚协议书丢在我面前, 语气冰冷地让我签了。 我死活不签, 因为只要我签了, 我就会失去我的女儿。 淋雨是不可能把孩子交给我抚养的, 我是个全职太太, 离了婚短时间内没有经济收入, 背后没有强大的律师团队, 我怎么能抢到女儿的抚养权? 林家是不在乎月儿这个孙女, 但也不缺她一口饭吃, 离婚就会丧失女儿的抚养权, 这就是我一直忍气吞声不离婚的原因。 我对淋雨早就恨之入骨, 她寡情薄性, 建议撕迁, 在我运气出轨, 在我月子期间对我大打出手, 这种丈夫, 我怎么还能对她有牵挂? 到当初我进入HK集团工作, 淋雨装作一副深情的样子追我, 她说她是真的爱我, 会永远对我好。 实际上, 她只是需要一个感情史清白的妻子, 而我刚好符合她的条件, 没有谈过恋爱, 身家清白, 为人木呢。 她天性狂浪, 不想娶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, 将来处处约束她。 像我这样的女人, 结了婚就能被她捏在手心里, 我无权无视, 就算要离婚, 我也胳膊拧不过大腿, 我最终会一无所有, 顾雅倩还是沉不住气了, 主动找我摊牌。 我刚出月子, 身形臃肿和鲜瘦的顾雅倩坐在一起, 有些自残行贿。 我不想瞒你了, 我和淋雨在一起很久了。 确切地说, 你介绍我们认识的第二天, 我们就滚床单了, 她说她爱的是我, 你离开她吧, 她坐在我的对面, 盛气凌人, 好像她是正宫。 我是小三, 你真有意思, 出了烫国, 怎么还是这个死样子, 你这辈子都改不了, 烂透了。 我看着她摇摇头青笑出生, 你不要以为你给淋雨生了两个孩子就了不起了, 实话告诉你, 我怀孕了, 要不是有肚子里这张底牌, 你以为我会来找你? 淋雨早就受够你了, 她说你在床上就像一具尸体, 她根本不爱你, 你何必霸占着这个位置不肯放呢? 我微笑着凑近她, 一字一句地说道, 因为看见你得不到, 又想要气急败坏的样子, 我很舒坦, 哈哈。 顾雅倩, 这些年你在国外本事没学到, 私生活倒是挺烂的, 查你的老底可没少花我的功夫, 留学三年换了十几任男朋友, 还被一个黑人搞大过肚子, 你说你爸妈要是知道你是这种烂货做何敢想呢? 哦对了, 应该不会太难过吧, 毕竟你是他们抱养的孩子, 又不是亲生的, 顾雅倩的表情逐渐愤怒。 刚才还是一副气势凌人的样子, 转眼间拧着眉头, 咬着嘴唇, 恨不得扑上来打我。 在她眼里, 我就是一只认她宰割的小白兔, 但是我这只小白兔现在不乖了, 跳起来咬了她一口。 不是爸妈亲生的, 这是顾雅倩自己知道, 但她不许别人拿出来说, 她的身世是她永远的痛, 因为她的亲生母亲是个杀人犯。 姚珊,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, 你便聪明了。 我笑道, 我一直都聪明, 只是不屑耍手段。 对了, 林雨, 知道你脚踩两条船吗? 那个外国人床上功夫不错吧? 顾雅倩咬牙切齿, 你, 你怎么知道托马斯的事? 我忍不住嘲笑她的愚蠢, 到现在还不明白吗? 托马斯, 是我找来吊你的呀。 顾雅倩脸上一惊, 随即冷笑。 那又怎么样? 你以为林雨会相信你吗? 你可以去跟林雨说, 看她信你还是信我。 我摇头, 顾雅倩的智商真的是降低了。 林雨, 信不信我无所谓, 最近你是不是联系不上托马斯了? 对了, 她其实是个双性恋, 吸毒有艾滋。 我觉得你抽空还是去做个检查吧, 我要是记得没错, 你们在一起也快一年了, 现在去查的话应该能查出来了。 天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找到托马斯, 在顾雅倩回国之前我就开始布局, 我要她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, 我要她下地狱。 我的话奏效了。 顾雅倩瞳孔皱缩, 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 你, 你到底为什么? 她像看鬼一样的看着我, 眼眶里泪花闪烁, 看起来楚楚可怜。 为什么? 为了路然啊, 你忘了路然吗? 听到路然的名字, 她的身子往后缩了缩很显然, 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过这个名字了。 也对, 她在美国纵情声色, 怎么会想到路然呢? 要不是看了路然的日记本, 我真的不知道路然为什么会爱上你。 当初因为你和路然一个伴, 我托你帮我把我写了三年的信交给她。 得到回应的我以为是路然拒绝了我, 没过多久路然就和你在一起了,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写署名, 路然以为信是你写给她的, 她被那一千封信感动了, 是你偷走了, 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幸福, 你偷了就偷了, 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她? 她为了你放弃了最好的大学, 跟你报考同一所学校, 你却那样对她。 你偷了她出国留学的名额, 把她灌醉, 让她在出国留学申请书上签字放弃说明。 你知道吗? 她那么喜欢你, 就算你不那么做, 她也愿意把机会让给你的。 最可恶的是, 你还要在校园贴吧污蔑路然出轨, 让她被人网络暴力, 最后她受不了压力跳楼自杀, 成了植物人, 只能靠呼吸机活着。 好端端一个人瘦得跟骷髅一样, 几个月前, 她的爸妈关掉了呼吸机, 结束了她的生命, 要不是因为你, 她还好端端地活着, 所以你凭什么活得好好的? 我尽情发泄着这些年压抑在心里的情绪, 那种畅快的感觉别提有多爽了。 你, 你等着, 我要报警。 顾雅倩颤抖着双手掏出手机, 可以, 你一报警,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私生活不检点, 你有艾滋病, 而且你有证据是我指使的吗? 我挑着眉看着她, 这种事情怎么取证? 托马斯根本不叫托马斯, 而且她已经回国了, 你想和谁说? 你爸妈要是知道你那些个破事老脸都不知道往哪里割了, 和林宇说, 林宇怕是也被你传染上了,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, 你说林宇要是知道你把这种病传染给她, 她会不会放过你? 顾雅倩气急, 抬手想要打我, 我抓住她的手腕, 反手给了她一耳光, 这一耳光是为路然, 也是为我自己, 我劝你省点力气, 赶紧找个医院好好看看,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, 顾雅倩的脖子上有一片红疹, 这是艾滋病的初期症状之一, 顾雅倩的身子渐渐贪软下去, 重重坐在沙发上, 捂着脸大哭, 我没有时间和她周旋了, 顾雅倩是个聪明人, 她不会蠢到去找林宇, 她知道林宇的脾气, 林宇是个把自身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, 像林宇这种人, 哪里会真心爱别人, 她只会爱她自己, 顾雅倩辞职了, 然后消失了, 她突然消失, 林宇有些措手不及, 找, 当然是找了, 不过顾雅倩有心躲她, 她怎么能找到, 林宇失探性问我, 对了, 顾雅倩突然离职了, 你什么是好朋友, 她有跟你说过什么原因吗, 这个狗男人还以为我一直被蒙在鼓里, 我装作面露男色地说道, 这是我也不好说, 毕竟涉及到人家的隐私, 好像是因为得病了, 林宇脸上僵了一下, 得病, 什么病啊, 我故意吞吞吐吐, 好像是艾滋病吧, 她之前交往的对象都挺复杂的, 你知道的, 她留学回来, 国外的生活又比较开放, 林宇脸都绿了, 磕磕巴巴地问我, 你, 你说是真的, 她有艾滋, 我郑重地点点头, 是啊, 这种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, 林宇身子一软, 倒了下去, 林宇做了HIV检测, 检测结果为阳性, 我婆婆在医院里哭到晕厥, 我和两个孩子也做了检查, 结果都为阴性, 公共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 自作孽不可活, 作为父母的他们怎么会不知道, 常在河边走, 哪有不失邪, 偷情一时爽, 病毒满身肠, 艾滋病没有特效药, 林宇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, 她像个废人一样, 整天在家躺着, 听说我的公共和婆婆让人找个顾雅倩, 不过她藏得很好, 没有被找到, 现在我成了最无辜的那个人, 丈夫不出轨染上艾滋, 我还留在她身边不离不弃地照顾她, 我当然不会和她离婚, 我得看着她死, 林宇的身体越来越差, 由于免疫系统被破坏, 抵抗力下降, 常常发烧得神志不清, 异常感冒, 都可能要了她的命, 林宇是个惜命的人, 毕竟她有很多钱, 要是没有得上这个病, 她可以潇洒挥霍很多年, 林宇的上艾滋的事情, 成了林家人的疙瘩, 林老爷子是有头有脸的人, 孙子得这种病, 林家成了商圈的笑话, 老爷子一声令下, 要把林宇送到美国去治疗, 让我跟着一起去, 洛杉矶的别墅里, 林宇躺在床上咳嗽得不停, 因为一场流感恶化成了肺炎, 她现在是个毫无免疫力的人, 她虚弱地抬手指着床托, 跪上药瓶, 眼神里全是恳求, 我轻轻拿起那瓶止咳药, 想要吗? 我松开手, 要撒在地上, 没有了? 林宇嘴唇发白,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, 为什么为什么? 为什么? 你忘记你是怎么对我的吗? 我怀着孕的时候, 你为了那个狐狸精把我的头摁在马桶里打我, 要不是我死命护着自己的肚子? 想必我已经流产了, 这么多年, 你就像一匹种马, 到处勾搭女人, 林宇, 你怎么这么贱呢? 连我的闺蜜你也要上, 林宇痛苦地皱着眉头, 虚弱的她已经没有力气与我争辩, 你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摩擦, 你以为我是因为爱你, 才不想跟你离婚? 我是为了月儿, 只有你死了, 我才不会失去我的女儿, 所以你赶紧去吧。 我俯下身, 趴在她的耳边轻声说, 林宇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, 仿佛我是个陌生人。 对了,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, 希儿不是你的儿子, 是我做的试管婴儿, 孩子的爸爸是我很爱很爱的人, 将来他会继承你所有的财产, 不过我会好好教他, 不会让他变成像你这样的人渣。 林宇的双眼死死盯着我, 此刻他若还有一丝力气, 一定会起身杀了我。 可惜, 没有机会了。 我拿走了他的手机, 关上灯, 锁上了房门。 林宇的葬礼上, 我穿着黑色的桑服, 牵着一双儿女。 老爷子为了封锁消息, 把林宇葬在了美国。 葬礼一切从简。 林老爷子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, 我作为未亡人, 还有两个孩子, 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林宇留下的财产。 婆婆拉着我的手, 姗姗, 今后要靠你把两个孩子照顾好了。 我眼里带着泪花, 乌叶着点头。 顾雅倩和林宇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 林宇去世后的第二个月, 顾雅倩也跟着去了。 天空又下起小雨的时候, 我牵着希儿来到公墓。 墓碑上, 路然在照片里笑得灿烂, 我把一束枝子花放在路然的坟前, 希儿已经开始一压血雨。 我蹲下身子, 指着墓碑上的路然, 希儿, 这是爸爸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